在厦门举行的为期三天的第五届中华血两岸情母亲节 两岸同胞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今天画下原版据点 活动期间来自海峡两岸共429位爱心人士成功献血 献血总量接近12万毫升 领表 凉血压 初筛 台湾妈妈陈以玲正在进行献血前的准备工作 连续五届参与该项活动的她 这次又专程从台湾赶来 她说两岸一家血浓于水 在母亲节到来之际 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感恩回馈社会很有意义 两岸一家亲 那其实就是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活动 可以可以就是让让这个意义传承下去 那第一切我觉得她的想法非常好 就是说她觉得说我们的血液来自母亲 然后所以呢是不是应该就在这样有意义的节日去办这样献血的活动 除了台湾之外也有不少厦门市民踊跃参与 包括军人 海关人员在内的各行各业代表 排着整齐的队伍前来献血 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现场同时还有两岸艺人进行公益演出 感谢道场献血的爱心人士 中华血两岸情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于2015年启动至今 已经连续举办五届六次 是厦门市十大献血公益品牌之一 截至目前 累计献血总量接近65万毫升 两岸一家人嘛 比一家亲还亲嘛 每一届我们都最起码三四十个 就从台湾过来 这个也是我们文化交流 旅游交流 感谢观看